大家好 我是彤翔醫師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當然吃西藥會上聖誕是吃哪一類的西藥 第一名是止痛藥 除了普拉藤這類 普拉藤是直接有肝臟代謝 這類叫西安分這類 其實大部分肥肋固醇抗發炎的這些止痛藥 其實都是經由腎臟代謝 它還有一些腎的毒性 那你說我吃個三天五天一個禮拜 其實都還好 但是你如果吃 比如說你有一些慢性頭痛 慢性關節痛 你吃了很長久半年一年 六個月以上 其實要小心會影響到你的腎功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除了止痛藥就是抗生素 什麼叫抗生素 你每次去感冒的時候 有時候醫師會開一些什麼 綠白膠囊 紅白膠囊 抗生素不要亂吃 其實一般你感冒叫病毒感染 根本不需要 或者你開刀拔牙的時候 有劍血的殺細菌叫抗生素 抗生素也會傷你的腎臟 所以止痛藥抗生素最常見 還有少部分一些抗排斥藥物 一些利尿劑 一些化學治療的藥 大概這幾種的西藥會傷你的腎臟 但能避免就避免 那如果不能避免一定要遵循 醫師跟藥師的指示服用 但是我最擔心的是 很多西藥是在幫助你的腎臟的 比如說台灣洗腎最大的原因是 糖尿病跟高血壓 所以腎臟科醫師看你腎臟不好 是因為糖尿病跟高血壓 我們就會開了一堆 控制血糖 控制血壓的藥給你吃 可是很多病人一看 蛤 我已經腎臟不好了 你還讓我吃西藥 他自己就把血糖藥 血壓藥給減掉 我說天啊 你把減掉之後你的血糖血壓就失控 失控的結果勒 這你的腎空的衰退更快好 所以我想說原則是這樣 不該吃的都不要亂吃 你不要自己去亂買藥 疾痛藥效應 醫師跟你講要吃的 你務必要遵照醫主吃 如果你遵照醫主吃 有些怪怪的 回來跟醫師討論一下 醫師會幫你再換藥 不要自己貿然停藥 那也是很危險的 這個最恐怖的 大概有兩個流傳 一個叫荔枝燉豬腰子 第二個叫喝香菜水 這個網路 這個已經流傳幾十年了 有網路實在幾乎都有看到 我每次都在很多的節目在講說 你有沒有想過台灣每一年花在喜盛 大概將近四百多億到五百億 那如果有一個方法可以取代洗腎 吃了之後就不用洗腎 那健包鼠一定跟我們講說 一定要用這個 可以省那麼多錢 那什麼叫荔枝燉豬腰子 我們腎臟病的病人 我們要限三個東西 限蛋白 限磷 跟限角 荔枝是一個高頰高頰的水果 豬腰子是一個高頰高頰的 慢性生的你回來 讓他吃高頰高頰高頰高蛋白的 這個會造成你的腎空的衰退 而且動物的內臟尿酸也很高 對我們的腎臟事上也不好 好那另外一個我們講說 喝香菜水 我覺得如果你腎臟空的是真的 喝香菜水還不錯啦 又可以補充水分 又可以補充到甲梨子 可是你如果腎臟不好 香菜水代表就是一個高頰 大家知道我在跟慢性腎衰的病人 問一下他們要怎麼吃青菜 他們怕甲梨子 甲梨子在蔬菜很多 所以叫他們燙過青菜之後 湯子倒掉只能吃青菜 可是香菜水是相反的 反正煮那個香菜水 要喝那個湯汁 你就喝了一堆高頰的水 那會怎麼樣 一樣會造成高血甲 甚至要提早洗腎 甚至是猝食 這要特別小心 對一般人來講的確 我們講五穀雜倆 我們每天我們在想說 蔬果五七九 什麼要吃到至少五份蔬果 成年女生要吃到七份 男生要九份 可是即使你吃到五七九份的蔬果 我們的纖維還不夠 所以纖維一定要從我們的主食 所以你要吃燕麥 糙米 五穀米 這些這些的纖維很高 你才能吃到足夠的那些 一日所需的纖維 可是這是指健康的人 你如果腎臟不好的人 就要避開這些 我講說五穀根筋內 甚至為什麼 因為它屬於我剛講 又回到要腺什麼東西 腺靈跟甲 但是這些不管糙米 五穀根筋內的 其實它靈跟甲都過高 那反而會造成一些高血靈跟高血甲 它是很營養的東西 也很高鮮 但是因為靈跟甲過高 所以如果腎臟不好的人要吃的話 要再加一個叫降臨劑 從嘴巴來吃的一起把它排掉 但是通常我們不會把它當作主食 你天天這樣吃 天天吃還是會有一個高血靈 高血甲的問題 反而對你的腎臟是不好的 最常見是送什麼 雞精 雞精、險精 假設你的長輩腎臟很好 他只是感冒累累的 吃不下飯又平血 那沒問題 你給他吃雞精、吃險精 補充他的一些礦物質 還有一些氨基酸 這很讚 可是你如果你的長輩是因為腎臟不好 腎臟不好 會出現貧血、疲勞、虛弱無力 那你給他買那些什麼雞精、險精這些 腎臟不好要限磷、限甲、限蛋白 所以他們的濃湯類的不能喝太多 你的雞精或險精 是一個濃縮的濃湯的一個高營養品 它的磷、甲那些都過高 所以腎臟病的我們常常在講 腎臟病的喝牛奶 人家要喝叫D磷甲牛奶 他的牛奶 他也不能喝一般的牛奶 就越營養的東西 磷跟甲是一種礦物質一定越高 所以你的雞精、險精 或者說濃縮湯汁、火鍋料、牛肉湯 這些都屬於高磷甲的食物 這個要盡量避免 不然會加速你的腎臟衰竭 我是翰翰醫師 那今天很高興跟大家分享這些知識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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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